自从御氏啊 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 朝廷可就不安宁了 一些有心之人 试图窥探朕义 说起早立太子之事 皇上正值春秋鼎盛 年富力强 何须早立太子 更何况自先帝起 即便有了和议的储君人选 也是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待龙玉冰天之后方能开启 以免会出现圣祖时 九子夺嫡的惨状 说这话的人 岂非是在诅咒皇上 真是罪开万死 皇上 臣妾与母族绝无此意啊 绝无此意 那你们要永成初次 为孝贤皇后的四子是何意啊 杭八杭四之语又是何意啊 你要永成做孝贤皇后的四子 你也不问问孝贤皇后 在九泉之下是否会答应 皇上 这木兰为常之事之后 朕想着 永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 有腻人伦 谋害君父之事 可如今看来 有你这样的额娘 永成做出这种事情 朕也不感到意外了 皇上 木兰为常 永成忠心救负 你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冤枉了臣妾 冤枉了永成啊皇上 朕冤枉了你们 是你们拿朕的命来算计 你是有皇子 那又如何 还敢三番两次在朕的后宫 兴风作浪 你是何举心啊 臣妾不敢兴风作浪 是皇后 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 皇上 永成失宠 臣妾不敢有怨言 可永轩还想 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 于飞 永其嫉妒永成的宠爱 害得永成失宠 而后又去害永轩 你敢说这些 不是你们做的吗 你敢发誓不是吗 你敢发誓 苍天在上 我克里耶她海澜 若有心想害家贵妃之子 便不得好死 死后坠入阿逼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家贵妃 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害你的孩子 那么你呢 你敢发誓吗 你敢发誓 你没有害死孝贤皇后母子 你没有害了皇后娘娘 五公主 六公主 没有害了我跟永其 这些你敢发誓吗 还有慧贤皇贵妃 梅嫔 怡嫔 阿若 这些人你全都没有害过的话 你就用你母族的荣耀 还有你孩子的性命发誓啊 我 我发誓 皇上 家贵妃她不敢发誓 想必那些人 确实是她害的 发誓啊 皇上 臣妾若有所为 必遭报应 什么报应你说清楚 誓言不读 无意为证 不然这样 你跟我说 我金玉言 若有害过这些人 遇事必遭灭族 你这个贱人 我金玉言和我的孩子 不能好死 你竟敢诅咒我们母族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看王海镇的皇寺 霍乱镇的后宫 皇上 听清楚了 宿远被向永城 继承家的江山 听明白了没有 娘娘 皇上如此动怒 要不要去劝劝 皇上 对金玉言母子 早有疑心 尤其是木兰为常的事 让皇上情世难安 如今不过是 一病发作了 全是劝不了了 李玉 奴才在 是 传着旨意 封永城为贝勒 去和朔阿妇 扶僧俄之女为嫡妇禁 这儿 皇上 为何还要随了她的心愿 即日起 永城出寺 为吕亲王之后 从此以后 朕再也没有这种 不出不孝的孩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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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能 皇上仰装神天儿 你不能够 你不能够 皇上 拖回西相公 慰慰殊人 仇尽致死 朕不想再接到她 跪 皇上您不能够有成 您可以够有成 您可以够有成 您不能够有成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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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欣募 eden 皇上 家贵非禁足 非为庶人 从今往后 不能离开启祥宫半步 有臣 额娘 额娘 四阿哥出来 别 我不要皇位 我不要太子 额娘 我只要你啊 额娘 额娘 爸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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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阿哥 请您自重 走 额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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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不要臣妾 你不能不要你的儿子 额额 额娘 别哭 儿子在这儿呢 额额 额娘 额娘 额额 额娘 您听额娘说 额娘不能关在这儿 额娘告诉过王爷 额娘告诉过王爷 要立你为战子 额娘不能辜负王爷 不能辜负王爷 额额 王爷 什么王爷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提那个人 你一辈子 都是为了那个男人 我呢 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 我呢 儿子 不是的 儿子 是的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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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来啊 幼稚 儿子 不是 儿子 儿子 王爷 幼稚 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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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今日听说皇额娘晕眩 赶去易坤宫 却碰上滑马的雷霆之怒 命四哥出四 这事你也知道了 那么今天入夜之前 你四哥去了吕亲王府 你可有去送信 儿子不敢去 听说四哥孤零零走的 还听说四哥要办喜事了 这喜事不喜 自作孽不可活 永秦 你三哥失宠 四哥出四 你皇阿玛疼你 你又是皇后的养子 你可知道 现在有多少眼睛盯着你啊 那儿子该如何自处 额娘 听说皇额娘又遇喜了 是啊 是男是女 你问这个做什么 是男是女这么重要吗 不论如何 中宫已经有了嫡子 就是永姬 永秦 你可知道你大哥三哥四哥 为什么这么招你皇阿玛宴起 因为他们都对太子之位 有觊觎之心 永秦 你若要保我们母子的平安 就不要重蹈你四哥母子的覆辙 那么 不管是对着你皇阿玛 或是对着永姬 都要谨守臣子的本分 不可有妄念 额娘与皇额娘苦心培育儿子 只是为做一个臣子吗 永齐 永齐 我要你跳出来 要你要眼 那是因为你是你皇阿玛 出色的孩子 但我要你臣服 让你甘于臣子 那是要保你性命的平安 要你对皇阿娘忠诚 只有你明白了这一点 我们母子 才得以保全 额娘的教诲 儿子都记住了 你不认识